上次我約了阿John和林襄玩得非常開心 知道你的心理不平衡 所以今天特意帶你來見林襄 別說我大小招了 謝謝你 上次聽到你們一起去浸野溪溫泉 去咖啡已經覺得很棒 很羨慕 很期待今天和他去北投也是這麼好玩 我們一起去北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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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 我跟你們說來北投一定要去一個非常知名的地方 叫做地勒谷 現在兩年的時候他沒有整修過 沒有開放讓別人來 就在去年他已經整修完畢了 所以這次新增了兩個打卡地點 第一個就是這個,禁手礦泉湯 水很熱 它有些特別的味道 什麼? 它的溫泉有很大的硫磺味 你們有發現它的外形 這個造型是台灣的形狀嗎? 對 對 然後這裡有沒有看到這樣子 一個凸凸的東西 就是我們台灣的脊椎 中央山脈 地谷這裡擁有世界少有的青黃泉 所以有了這個設施之後 一度入口 你就可以先感受到泉質的溫度和氣味 然後才好好參觀這個地方 走到裡面第二個打卡地點 就是這張愛情椅 它中間有一個升降位 兩個喜歡的人坐在一起 就會越坐越近 聽說可以因為這樣 令他們兩個感情更加濃厚 我要跟女神坐 你看這裡 這裡好像地獄的情景 這裡是北投溪的源頭 它的水溫高達90度 我記得我去過北海 也有一個差不多的地方 也叫地獄谷 我們只可以站在這裡看 因為它的水溫非常高 對,因為它長得很像18層地獄 會有的畫面一直在冒煙 所以其實也有人稱我們這邊 叫地獄谷 但我們通常都叫地獄谷比較多 我知道日本人很多去浸溫泉 都會浸溫泉蛋 這裡有嗎 這裡也有 但是在旁邊那邊 就是這邊,有看到嗎?溫泉煮蛋 那這邊這個溫泉煮蛋的地方 其實是隸屬酒店這裡的 所以它的蛋要先去櫃台買 所以我先去買個蛋,等回來 好… 我們先拿好竹籃 等它的蛋到就可以直接煮了 到時候就是這樣… 放進去 哦 你這樣拿著會熟 你的手應該蒸到熟 大哥 好 好 喔 蛋了 蛋了 溫泉蛋要煮多成熟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氣號 旁邊就有個表 可以看自己想煮多成熟 再煮乾了 水 乾一點 我可以喝一個QQ的蛋 怎麼會這麼快 你們撥過很慢 還拿衛生紙出來擦 因為要吃 我怕 可能… 把蛋都黏在水裡 噢 等一下 其實沒有硫磺的味道 真的沒有 我覺得反而把蛋煮得更香 嗯 可以吃嗎 它真的沒有那種味道 很香 我們這次來到北投 我們剛剛去了滴樂谷 也煮了一定要煮的溫泉大 還有一個行程是來北投 一定要做的就是泡溫泉 這個行程就是100分 你看到浸溫泉我就放心了 因為我昨天偷偷地搜尋了 北投這裡有一間很棒的溫泉 阿倫,你說謊 眼睛也不眨氣也不喘 你不是偷偷地想了很久 沒有人生攻擊,我沒有了 但我怕你會反我白眼 所以我也不敢說 我來看看是哪一間 這個 感覺很不錯 離這裡很近 去呀,去呀 新北投溫泉可以分為三種 就是白黃、青黃、鐵黃 這一帶有相當多的溫泉旅館 還有提供非住客 都可以享受到的溫泉服務 而這間除了裝修靚之外 還有半戶外的溫泉區 康師傅 你怎麼過來哪兒 離我們這麼遠 有點不方便 不方便 你第一次樓上學嗎 呃,幾天都不方便 你們為了自己的學路 恭喜很快 對呀 觀眾第一次見到我 先過來 果然這個機會很難帶 游過來 一次 游過來 對呀,你過來啊 一起套啊 還這麼快 對呀,他離我很遠 對呀 他真的很開心 欸,他你有跟那個女朋友一起套湯過嗎 呃,沒有啊 但是... 游泳了,我有 他有幾歲 真的嗎 我永遲來的 永遲吧 你現在幾歲啊 我後期下,你要自己說 28 蛤,你28歲 跟那個女朋友套過他 我是不是說錯了些什麼 嗯,沒有 哇塞 很酷耶 那你今天也算是一個大途破 你喜歡這種露天的 還是室內的風景 我覺得其實我都滿喜歡的 但是露天的這種的話 可以就是 享受一下大自然 呼吸到一些分多景 然後如果是室內貪污的話 就是比較隱私一點點 比較害羞一點點 其實我滿喜歡這樣子 因為可以就是聽聽外面的 鳥叫聲啊 然後吹吹吹地,翻面的風 我都喜歡這種 說我還幾百歲 因為我都是工作 所以出來都變炮糖 所以... 對不起 真的 我是說真的 出來炮糖都是 基本上都是因為工作跟朋友 但我覺得 其實 癡跟朋友出來 炮糖也滿好的 就是別人放 Mighte 還可以跟朋友了解 然後自己在家的話 就是 誒,沈淨一下自己的心情 我自己都滿喜歡的 看到 Prd 妳的都不講話? 妳好冷靜 好啦 不然你覺得今天這個泳衣怎麼樣 好看嗎 怎麼樣 不敢摸 剛剛我來這裡的時候 每個看到我穿這件泳衣 大家都說超好看 不管是男的女生都超好看 可是我在泰國買的 他好難聊 不想不要講話 沒關係 我們就是再慢慢認識一下 你現在可能有點緊張 有點害羞 你吃飽飯會不會變得比較 那個 比較開心 然後太冷一點 慢慢來 穿衣服會比較開心 應該沒那麼安全 那北投除了去浸溫泉 還有甚麼 其實北投就是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泡溫泉、湯汙的地方 其實北投跟日本蠻像的 也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譬如說日本料理啊 或是串燒、焗酒屋 龜蟲 你喜歡吃嗎 真的 我要發問他才講話 那要不要我們等一下去吃個焗酒屋呢 好啊 好嗎 懷孫嗎 懷孫 懷孫 我跟你們說 這一碗 畢點叫做 老火炸炊 很特別吧 你們有聽過那種 居酒屋有賣粥嗎 是 沒有吧 這是他們的特色菜之一 每個人來自店員一定會點 然後它是用兩種生命 然後熬煮四個小時煮成粥的 然後它的湯底呢 是用海鮮跟豬大骨 也是熬煮四個小時 所以感覺又非常美味 還有看這個畫面呢 還有它剛剛說的兩種生味 令我想起香港的煲仔飯 都是為了追求它的口感和香 特意去調製 所以應該很好吃啊 這個粥 女神播客粥 謝謝… 而且不知道是否因為 它用了兩種去煲 所以它很香和很飽滿的感覺 很煙人人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 超級牛肉的外號者 所以我叫了這個 鹽燒牛肉串 它有青檸腿 應該是讓它更新鮮 我試一點青檸腿 嘗試一點,不是的 你們要青檸腿嗎 我要… 我要… 要用它 我試一點原味,好 是,多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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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熟度控制得很好 加一點鹽 其實已經很好吃了 我要吃擠瓜 你叫我擠瓜嗎 對,因為我每次來這種餐 我連閉嘴就是擠瓜 反而是我這個擠瓜的那個 調味比較重 因為我們通常去吃外面的擠瓜 它都是撒胡椒的而已 但它這個有搭配那個 烤肉醬吃起來 口感很不一樣 我還有點 酒蒸蛤蜊 它的每一顆蛤蜊都超級飽滿 感覺裡面都充滿了汁 它的湯汁感覺一含 它就整個爆開 有,超級鮮甜 它特別在… 又是搭上清酒的這個 它更加提出它本身的鹹鮮味 這個比起這個粥的裡面 粥的鮮味進了一粥 但這個是再…再鮮甜一點 師傅,我發現平常不會聊天 但你也會講口感 很厲害 你好 那你喝多喝個湯嗎 我喝 酒的味道 即是吃過日本的餐廳 有些師傅第一道的前菜 會給你一碗蜆湯 即是它不是那些麵士湯 它是蜆的…怎麼說 即是蜆肉煮出來 即是一杯當前菜 對,我去吃那個 菜單的日本料理 都會給一個小小一杯 用喝的 有點像杯子 但它是碗,對不對 對,就是這個 對 你很厲害 很厲害 你是口感之王 難怪你會來這裡廚師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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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湘的学生时代的回忆 真的很多都发生在士林夜市 放了学后又来这里打工 连拍拖和吃饭都在这里 特别是有个地方 更是大家学生时代都会去的 话说我们现在多机摄影 什么多机 一部机前面,这部机 还有后面这么多部机 你们学生时代的时候 有没有流行过拍贴机 应该是贴纸上 小学的时候有流行过一段时间 但最近又流行了 这里挺有趣的 它是一格格的 像一个迷你工作室 现在最流行的 就是这种韩式拍贴机 而且这间拍贴机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是全台目前 唯一有语言镜头的拍贴机 我跟你们说,这间有一个精髓 有波子 对,没错 好,我买 好 你要戴这种可爱又酷的东西 一些裤裤裤裤 你来挑一个 好 这个好了,这个最夸张 我找到一个很适合康师傅 你很适合这个 你好 你戴这 Home很帅 你看到嗎 看到 她說我英俊會否遮蓋了一大半的臉 有一種未來戰士的感覺 一個戰警的感覺 真的很帥 這個,康斯特 有一個特別符合你的氣質的 黑人 厲害… 特別… 你這樣出了巨星來了 又紅了 為甚麼好像被人弄固似的 對,你唱一段歌吧 紅了 有這個墨鏡在 你可以唱了吧 好嗎 好 這段好嗎 可以了,去吧 我有感受,我看不到 請捐獻我們拍貼機的費用 沒問題 兩百塊新台幣 來了… 來,老闆 搭水 你是我爸爸 當然了 來吧 你這個蠻爛兔鬼你在幹嘛 你真的熟了 我戴了眼鏡,看不到的樣子 沒有回答問題 對呀,你的腳面根本沒有回答問題 甚麼事 跟一群朋友拍得很有感覺 而且可以當作紀念品 來到士林除了拍攝之外 還有一個必須的地方 這是我從學生時期吃到現在的拉麵店 你以前來的時候是吃誰的 我以前吃的是那個 學生拉麵 它只要100塊而已 而且我18歲開始吃這個店開的時候 到現在它都是100塊 它沒有漲價 我今天看到覺得還蠻欣慰 他們的拉麵竟然沒有漲價 但是我今天想要吃他們新的 因為我以前沒有吃過那個 香辣細沾麵 那你吃學生拉麵 這是我給你的考驗 因為我覺得你蠻會講口感的 如果你把它講得很好吃 很厲害的話 我就會從此叫你師傅 那你想吃甚麼 我要這個二郎是藍氣拉麵 它看起來超級男人,很帥 這個看起來很厲害 那這樣你們可以混合一起吃 這個二郎式的意思 就是它比一般拉麵的分量多了兩倍 就算是小碗 也是比一般拉麵的分量多了兩倍 看起來很豐盛 我要吃… 我學生時期都吃這個 而且這個肉,你不要看它這樣 這個碎肉也超級好吃 醬油湯底 不會太過濃味 你看它的油脂不會好多 所以都是易入口的 你要嘗嘗一下這個湯 我嘗嘗一下 很好喝 是高中的味道嗎 是高中的味道 是初戀的味道 而我這個在碗外面的部分大到 而且我一來的時候 你已經聞到很香的蒜蓉味 你可以看看這裡 很大分 很多芭菜 而且它有蒜蓉 也挺多 但我不知道湯底會否跟湯師傅一樣 好 逐樣料試一下 來吧 跟我以前吃的日本拉麵店的叉燒 有一點點不同 我也很不喜歡吃這一類的叉燒 因為它真的很硬 要撕開 但它這個 我覺得煮得夠軟 夠微,剛剛好 所以不會太麻煩 所以這個好吃 其實它的麵是偏向 幼身的拉麵 在香港吃開 大家吃得多的話 都是很粗、很嚼勁的拉麵 但它這裡就不是 湯底應該跟湯師傅的湯底差不多 都是這麼香 一樣的色 你也是這樣有 我第一次吃沾麵 其實是在日本 它其實聞起來很有辣度 用芝麻來提味 我知道它有點像淡淡麵 有點花生的香味 辣的淡淡麵 很辣 很辣嗎 我覺得有一點辣 有時候吃辣 吃不到的原因 就是它的辣味太重 而且它蓋過了本身 它的食材 那些應該吃到的味道 因為很多次會是這樣的 但它會加起來吃得到 你會想繼續吃下去 就算是很辣 謝謝平時 經常喜歡在家裡的女神林湘 今天帶我們玩了一整天 還會有一些工作項目的聯繫 是嗎 日本芝麻煩 希望我們有機會 對 我可能會想做一集不自然吃 我來講 去哪裡… 感覺你很會規劃行程 走吧 我們直接做的 對 但呢 我的規劃是可以的 但我的機票住宿就麻煩告訴你 你出力,我出錢 你有的錢… 沒有,那是說我講的 這樣我們是最佳拍檔 一起出節目一定沒死 你負責說口感一流 我負責計劃行程 林湘就負責出錢 好吧,那我只要再去拉贊助 如果給你機會來選擇 阿倫、John,還有我 你要選誰 好像… 可以跟你搭檔會好一點 沒甚麼事,我先走了 好像很有趣 你真的是選我嗎 你一定是為了節目向我 你認真講嗎 你是怕粉絲或節目好說 因為你不是真心的 他是怕你的粉絲對吧 不會… 那現在假裝沒有鏡頭 我們私下三個聊天 好 你告訴我 你跟我說 真的… 真的嗎 是 Paul師傅 我還這麼舊的朋友 帶你出來跟林湘玩 那正常人都是選林湘吧 對吧 我自己好一點 他說誰 他還是說我嗎 是嗎 真的嗎 我不覺得他賣我的單 因為他一直很冷靜 一個冷靜 一個吵 會… 很有火化 反正你就選我 你會贏 對 對 他真人跟我想像中那種人一樣 看起來他還是有點戒戒 沒有甚麼架子 會做一些臉很醜的臉 很大大辣辣 很純真表現自己最真的一面給人看的人 那我還在懷疑她有沒有機會是成為了女神 出名之後會收斂了呢 其實不會 她都是對我們這樣 會很正面啊 很開朗啊 就是很會哄人開心的樣子 因為今天假日人很多 所以在外面泡溫泉 我覺得比較不方便 所以我今天帶你們來泡湯屋 漢屋即是爆上泡溫泉 這麼好 總之間房間特地跟我們泡溫泉那麼開心 走… 當時我們打算去戶外泡溫泉 不是泡泡溫泉 所以就唯有在這裡享受一下 用暗暗的詩人上船時間 三個世界… 那你們倆就認識 我先教你們台語 對我介紹一下你,阿嬤 好嗎?你好 我是阿倫 阿倫 我是… 香港人 香港人 阿嬤 打起來就少年了 我七十五歲了 我們就是不是所無人的 這是… 你為甚麼 D 你為甚麼我決定